新宿に行くとすれば どこで食事をしますか 食事をするとしたら 中華料理が食べたいです 行くとしたら明日ですね 映画を見るとすれば 土曜日の夜の方がいいです そしてこしで書いてみ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とすれば 當作還是假設 那トシテ的原型是トスル トスル是當作還是假設 然後你スル變T形的話變シテ 所以原型是トスル 然後他可以變成トスル 當作還是假設 那トスル這個句型比較紅 比較常看到 但是他的原型是トスル 那所以トスル是當作還是假設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例句 譬如說這個X 日本人是念X 他用這個50音去拼 拼那個外國的這個音 所以X來變X Go 打是4 所以X 挖牆到後面 所以X45 トスル是什麼 當作還是假設 所以假設X45 是這樣來的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看到 好那我們再變化一下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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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DAT 好我們再改後面的死路 改成SALERU 好 我們偷死路是當作還是假設嗎 好那我們現在偷死路改成 偷SALERU 死路改成SALERU是被動 所以什麼 X 被 假設成5 X被假設成5 有沒有 好那再來我們再改一下 欸 它是可以變化的 X1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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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的死路改成SALERU 是什麼 死亦動詞 死亦動詞是叫人家還是讓人家 譬如說 譬如說 我是老師 我是數學老師 我叫學生你們把X假設成5 所以偷死路是假設 所以偷死路是假設 那偷殺生是什麼 叫他們假設成5 好 所以你這個偷死路是當作還是假設 那我們現在改成偷死亦把 我們改成這個動詞的八型 那八型是什麼的話 所以偷死亦把是什麼 假設這個的話 假設這個的話 假設成前面這個的話 這個意思 OK 好 那偷死亦把 那我們再改成另外一個 偷死亦把 好 這個塔拉也是什麼的話 塔拉也是什麼的話 所以偷死亦把就是假設什麼的話 再講一遍 我們這個 死路 我們可以改成死亦把 死亦把是 有做的話 好 這個死路也可以改成死亦把 死亦把是 有做的話 所以 所以 再講一遍 原本的偷死亦是假設還是當作 所以 偷死亦把是什麼 假設什麼的話 所以 偷死亦把也是假設什麼的話 所以 還有兩種形 所以偷死亦把 偷死亦把是什麼 假設什麼的話 假如什麼的話 還是如果什麼的話 就是這樣來的 那你這些都要會推 因為 因為 你巨型是這樣背 沒有錯 如果你都會推推去的話 你會很好背 你可以舉例反三 學的比較快 考試也會比較輕鬆 那我們看第一句 新竹に行く 去新宿 那我們說 偷死亦把是假設什麼的話 所以假設 要去新宿的話 那如果中文一點是 假如要去新宿的話 要在哪裡吃飯呢 食事是用餐 那你動詞就變 就吃飯 所以 偷死亦把 假設要去新宿的話 那我們要去 我們要在哪裡吃飯了 那這兩個可以互換 好下去 食事有死路 偷死亦把 那你偷前面要加那個動詞基本體 那偷死亦把是假設什麼的話 所以假設如果要用餐的話 假設要吃飯的話 中華料理 嘎 嘎是強調前面 中華料理 就是中國菜 食べたいです 那你連接型加這個 太也是想 所以食べる加太也是想吃 所以 所以要吃飯的話 要用餐的話 假設什麼 如果要用餐的話 那我想吃這個 中華料理 我想吃這個 中國菜 去年代 去年代 如果假設要去的話 明天 如果假設 要去的話 那就明天去 假設如果要去哪裡的話 去那個地方的話 那我們就明天去 好下去 這句 笑 笑 假設要看電影的話 假如要看電影的話 多幼比 多幼比 是這個禮拜六 禮拜六的晚上 那 好 好 我們這個 好 這是五級的句型 哪一邊比較好 哪一邊比較好 好 哪一邊比較好 哪一邊比較好 那你這個 好一個漢字是什麼詞 一個漢字 我們說一個漢字 兩個漢字 三個漢字 大部分都是名詞 那你前面這個 你這個優如很明顯 是名詞 所以 名詞加 no加名詞 那 hoga yi 比較好 所以晚上比較好 那什麼晚上比較好 多幼比 多幼比是禮拜六 所以 假設 假如 假如要看電影的話 那 那禮拜六晚上會比較好 比較方便 就這樣 好 這句型很簡單 謝謝收看 拜拜